他看我在走以後,他覺得說 你這個是有什麼功用? 他說我脊椎開刀可不可以? 我說你脊椎開刀可以去減輕你脊椎的壓力 但是可不可以?因為我不是醫生,我不敢跟你肯定 但是我自己我的感覺是走起來會很輕鬆 後來他,我介紹他到店面來,然後他自己試驗結果 他現在在環南那邊,每天跟他太太在走,都很舒服 他脊椎開過刀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可以減輕你身體重量的衝擊 然後你在你的壓力減退的情況之下,會感覺到比較舒適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肥胖的人相對的也是減輕身體重量的一般? 肥胖的人第一個可以鍛鍊身體,第二個可以減肥 因為剛剛我們講過,只要你吃力跟你的運動方式對的話 都可以調整你的身體裡面的脂肪跟你的肌肉的黃金比例 你剛剛說減輕那個腰部以下的衝擊,那是什麼樣? 為什麼會? 因為你是靠上半身的,你在走的時候 你剛剛有沒有覺得你在走的時候,你腿沒有什麼感覺 腿比較絕的輕鬆,對不對? 那平常我們一般來講的話,你去看所有的書籍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我們腰部以下所接受到的那個衝擊率 大概是我們身體的1.5倍到2.5倍 看你怎麼走路的方式 你跑步的話大概在5倍到10倍,不曉得看你怎麼走路的方式 所以我們腰部以下的衝擊率是,在我們的身體的衝擊底下是負擔很重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如果持肝見肘的姿勢,你不求快 不要求快,求這個姿勢對,然後在施力方面 如果鍛鍊肌肉跟肌耐力的這個過程當中你是對的話 效果是很快就會凸顯出來 好,那這個是剛剛我們講過了 好,那我是覺得,黃金內金的養生智慧 好,謝謝你 謝謝你